今年起开征的豪宅税从5月份开始执行之后 为市库增加6亿元的税收 比去年时征税额108亿元成长许多 未来北市不排除调整房屋税的标准单价 希望达到租税的合理化 台北市第一年课征豪宅税 有一半的户数约60栋都位于新一区 而目前为止 这次的豪宅税替市库挥注了6亿元的税收 征企税达到98% 财政局评估未来还将调整房屋税的标准单价 希望达到租税的合理化 因为民国69年定的时候是根据当时的这个造价 但是现在新的房子建材越来越好 然后建筑成本越来越高 越新的房子建材成本越高 但跟民国69年的差距就越大 形成一个高级的住宅 它的税率的明目税率虽然是一样的 但是实质税率比比较这个老的房子 比较低的房子 它实际上是低很多 财政局表示 房屋构造标准单价 持就率以及耐用年数 30多年来未做调整 因此未能合理反映房屋建造成本 以及市场价格 让房屋税负担长期变低 形成炒房获利的现象 日本以一个两亿的房子 他们克的房屋税加地价税大概170万 那我们两亿的房子只有克多少 只有克4万 差了40倍 所以一讲出来的时候 那日本朋友说 他不可思议啊 那台湾怎么税制是这样做法的 那我觉得这个是反应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房屋税跟地价税这些部分 确实是要做一个大幅度的改革 税捐处指出 今年克征豪宅税中 有20户的民众提出异议 税捐处也已成立了复查小组 到现场进行复刊 如果复查还是不服 民众可提出行政诉讼 中家台北新闻刘德宇采访报导